Hello大家好 乔莉先生是位置于贵州浅南州的 山珠水族自治县 今天要开始折腾我的老公了 然后给他做一个针阳的 是打几个孔 因为我自己没办法打孔 必须要电转才有办法打孔 没有电转我就奈何不了他呀 现在已经安装好了 就这样师傅用转子 就是整体的折腾 他们两位师傅都折腾了一个小时 那师傅说不要钱 好吧 最后呢 师傅是说给10块钱就行了 还是给了20 乔莉已经到达小七孔附近了 就在那上面 现在这下面呢是沾江河 晚上我就在这边扎营了 那来试一下我今天到货的 站棚 不是车顶棚 来给他支上看看 现在呢要把这个打开 试用一下 那现在呢他的初步形状是已经出来了 就这样子可以避雨 但他还有另外一种形状 就是 帐篷拉上 再来继续吧 哇我会买这个真的是疯掉了 弄了好久才把它理称理顺 这下雨天下雨天用的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呢这是车边站的大体形制出来了 就平时下雨的话 把它弄上 没有弄好啊 这个本来是要放在杆子上面的 就把它支撑起来 灯带就在外面 这边是进门然后有两个窗户 这边还有一扇门 没事那个等一会要收了的 谢谢了谢谢了辛苦了 吃西瓜吧吃西瓜 我以后下雨天呢就可以这样把它全部挡上 在一个地方扎营两天的时候可以这样做 如果扎营一天的话 我肯定就不会这样弄了 因为太麻烦 这个一个人弄的话 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弄上 这本地的两位小哥哥他们在帮我一起搭上了 那我如果一个人的话 估计很困难要弄很久 好吧现在太热了 根本用不着这个下雨天再说 先收了 这个整体帐篷加上车边站 一共是1660 有你们觉得值吗 这样看着还可以吗 真的是要特别感谢那两位老乡 要不然的话我这个棚布我都收不了 好大呀 一个人的话真的没办法弄 那个棚布我收下来放顶上去了 这段时间估计都不会怎么用 以后究竟会不会用呢 这还是个未知数 先放着吧 难免有一天用得上 但是买的时候想象的很美好的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